作词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后应该要有一队的赤 有点像Barricade 所以这个人物在一开始电影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他是第一集 没有阵光的Barricade 其实他们是不同的人物 这款玩具很稀少 我真的没有什么印象看过它 甚至我一度不知道有出这款玩具 造型也很特殊 它有一对非常巨大的手掌 你看这个手掌的一个大小 几乎就是一个整个胸口这么大的一个 这真的是比砂锅还要大的一个拳头了 手臂的话可以3.0度的转动 里头的话整个是中空的 全部是空心的 塑胶的颜色还算可以 蛮厚实的一款 腿的造型比较有趣 比较有接近到deluxe等级的那种 像是一个高铜马靴的那种样子 整体的造型有点怪 但是怪的也算是好看 那这家伙在电影里头一出来就是逃命 然后拼命的跑 然后就被干掉 这个逃命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这个我最近的话呢 就小小的抱怨一下 我觉得我最近人生观有很大的不同 以前我一定会去年青年 要多努力多奋斗 多听老板的话 吃亏就占便宜 以后会有回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看了一些 现在的一些社会上一些发展的状况呢 其实有时候我也很想跟年轻人说 如果能躺平你就躺平好了 因为确实现在啊 有时候真的是未来的话呢 各种各种不乐观的未来的一个 一个经济局势或怎么样 我说想一想这个人生啊 不知道是因为我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 我现在比较贪图过一天算一天的感觉啊 可能就是变成了是一个倾向活在当下的一个状态了啊 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遇到危险的时候打不过就逃吧啊 这个也不是不行的啊 这个很难说啊 反正这就是一个 因为逃跑所以被干掉的家伙啊 哈哈 人生百态啊 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的哦 都是随机应变的一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变形过程吧啊 这个两手的话稍微折一下啊 这里把这个头的话呢给这样推一下就自动收进去了 两只腿的话呢直接往前面推进来 好 然后呢这个手臂的话就转成这个方向 然后它这个冲动关节把它往下面搓下来 到这儿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我们把它往下搓下来 然后两侧呢捏一下 OK啦 那我们的这个sideway的兵型过程呢 就算打红高层了啊 那这个车子的话呢好像legion级的玩具 但是但是这个文杰哥就是这个玩具的主人 他就跟我说 还留了一个字条给我啊 说这个车型是有授权的啊 呃 或许真的是有 因为坐的真的是还蛮漂亮的啊 车型可以说几乎是完美 从外观来看前后转来看已经没有什么破绽可言了啊 包括这里外露的引擎啊什么的啊 那超跑的引擎是在后面对不对 所以这台是超跑吗 应该是吧啊 然后这个分色的这个条纹啊什么的做的就是蛮精致的啊 淡紫色 对不对是一个有点有点有点金属的一个光泽的这个车窗 这是涂装的啊 然后前面一个狂派的标志 那是一款非常精美的一个小玩具啊 也蛮稀有的了 也蛮稀有的了啊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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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再见